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苦悦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滚出香港 好滚出香港 你帮我帮一下MAN哥 你帮我帮一下MAN哥 因为我们这枝国旗很大枝 MAN哥麻烦说几句先 好 麻烦你华国客 今天来到我们抗议美国领事馆 美国这个霸权主义的国家 尤其是特朗普 一个毫无诚信的领袖 不停说大话 他由一个奸商 已经做到一个美国奸的总统 另外他的国务卿蓬佩奥 又不停指责我们的 习近平主席就说他没有诚信 而一个最无诚信的国家 去指责中国 我觉得完全不合理的 尤其是这个美国在这几年 由2014年占中开始 一路拆动这些暴乱 颜色革命 一路在这搞乱我们香港 所以我们 言证过来这里 美国领事馆就提出抗议的 希望美国领事馆都可以 在香港这个领事馆都可以关怀在这 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诉求 好 好 好 加油 我们来到美国的粗重 我们要抗议的 美国 正异姐 给点粗重 美国是真是 完全全世界是恶意的 所以现在他连我们中国 都要打压 所以我们真是好看不惯 这国旗出现了 正异姐 我们等 因为四人画面 我们等 他拉完国旗之后 那我们就 将那个大国旗 即是法官国旗 Manser你也都很厉害的 我们打击了很多 黄思政棍 包括黄之锋 朱海迪 林卓庭 黎智英 是的 继续加油 申报Manser 因为有这份勇气 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说 高sir够胆量 但是都未够胆量 好 好 我 这个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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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an 我是华哥 李志华 我是高sir 高sir 今天有什么要讲 今天我们讲 为什么会三个人聚在一起 话说我们今天 就受感召 刚刚 就是去到美国领事馆 我们进行一个抗议 抗议 抗议 美国政府霸权 我们希望 美国领事馆 住香港领事馆 希望滚出香港 是 没错 当然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万事必有恩 华哥 可不可以讲一讲 因 我先讲一下 近期大家都看到 美国政客 对中国 攻击 可以说不为余力 几乎 全方位 每一日 用不同的方法 都是攻击中国 而且他很喜欢无中生有 他最近关闭了 侯斯顿的领事馆 竟然说 为了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 你可不可以 狗不搭白 领事馆做什么 领事馆補人签证 和为当地的中国人服务 和保护知识产权 完全不逆 还有一件事 他们很无力 72小时之后 破门入屋 你知不知道 侯斯顿领事馆里面的范围 根本就是属于中国领土 你未得中国人的许可 未得中国政府的许可 根本你已经要擅长 别人国家的领土 这件事来说 不但不尊重 还是严重侵犯了 国际的公约来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为何要示威呢 我们不如知道 喂 我们不是盲 而且 我们是很愤怒的 你们不是说可以为所欲为 阿曼哥你同意我说 我绝对同意 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看到美国不停地去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在香港 搞很多颜色革命 和这段时间 他不停去挑战我们中国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特朗普是一个毫无诚信的国家领袖 他不停摧毁之前 这么多年美国建立的制度 而且他现在对中国 完全是一个抵抗式 抗拒 当中国是一个头号的敌人 已经叫全世界其他国家去围堵中国 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 怎样可以让美国这个霸权主义 继续在我们香港落地伸根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美国领事馆 作出一个严厉的抗议 要他们找出我们的香港 不要再搞乱我们的香港 高sir 在这里我也想和一些年轻人 去说 可能大家过往都看一些Iron Man 看美国队长 将美国神化了 经过今次的事件 我说由修例事件的干预 到立了国安法 断了美国米路和干预的路向之后 他们正式发懒 发懒所做的事 摆明是打烂仔胶 懒仔胶之余 大家看到抗疫不力之下 他不认账 入中国数 对不对 接着 连同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 即是英国那些国家 去不同轮流出一些政策 去干预我们香港 和干预中国的内政 大家看到 关闭领事馆是其中一个 他们很下流的手段 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要认清真相呢 年轻人 我们身为中国人 大家怎样不认同都好 我们始终是流着中国人的血 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 尤其是我们在美领馆都有工作的 有些同胞 去被美国欺负 去欺压的时候 我们能够忍心 所以我们今天群起 我们一定要出来反抗 我们要告诉美国政府 我们不需要再受到他们的干预 刚才很好笑的 我在美领馆对面 我打算拍照 他走过来 他说不可以拍照 为什么不可以拍照 公众地方 其实你是跟美国法例 还是香港法例 美国佬 直接是疏了 把他们的法例套来香港 记住 香港是中国的 美国领事馆快点滚 是 阿曼 Sir和高s 学生跟你说一样 你会发觉到 全世界每个国家 哪一个领袖 会不会每天起床 就会骂人 还要不是骂人 永远都是骂人 就是骂中国 哪个国家的领袖 可以那么傻 起床 睡醒觉 就骂了 指责工作 那样 还有无中生有 你看一下 刚才我在示威那里 我都发表了 中国主席习近平 和中国总理李克强 你看一下他们 沉默寡言 这些才是有大国的风范 你不是说随口说当秘笈 尤其是蓬佩奥 一起床 乱那么就指证 跟着呢 问他拿出证据 什么都没有的 好似他来 中国就是将新冠化炎传给美国 有没有证据 莫达呢 他一路想说 一路想将这句谎话说一千钱 就变成真话 这些绝对不是一个国家领袖 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我经常觉得 他们根本就不尊重自己 你叫我们香港人 怎会尊重你们呢 对不对 没错 华哥 我很认同你 尤其是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他完全 真的在美国来说 做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情 完全做得很差 美国来说 现在三四百万人 都完全感染了 又死了十几二十万人 他最厉害的一件事 不认自己错 所有东西都是归中国的错 不认自己有问题 所有现在就将他的焦点 即是国内处理这些经济 处理他的肺炎差 就完全撇开他不说 只是在打这个中国牌 攻击这个中国主义 其实大家明眼人都看到 他在做些什么 因为他来到 他们今年有选举 他就为了他的选举部署 他就好像和台湾做那只 蔡英文总统一样 一个模式 他就打一个恐共牌 就会告诉人 现在最大的敌人 不是在国内 是在中国 所以现在他看到他做这件事 纯粹是为一个 自己的政治利益 和一个 未来再继续做总统的路去铺选 所以这些 完全是 将不停去说大话 毫无诚信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的人 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 我们中国人 都要有底气 我们中国人要团义一致 一致对外 不要让这些 我可以形容是狗财 这个狗财的总统 不要让他 真的打击到我们整个中国 是的 这条片就差不多了 不过 我们预计 我华哥 和Man哥 他今天来了领事馆之后 预计 大家知道YouTube是美国的 都会打压我们的 最近YouTube 每天都要黄标 我延续五条黄标 都已经没有收入了 不过不要紧 我们都要发声 都要发声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都要 我们的声音 在很多的人里面都要收得到 是的 虽然打压 但我们都坚持要做 要说 希望各位网友 真的要多些 未订阅我们三位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 未赞好的 一定要赞好 还有呢 记住多分享 你们只要这样做 才可以救到我们的频道 高sir的频道 快要被人召唤了 是的 快要被人召唤了 如果大家不做多些行为 我预计今个月 我的频道都会消失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马哥有什么呼吁呢 我只是呼吁大家 记住 记住 中国人不可以被人召唤 我们一定要争气 不要做卖国贼 和汉奸的行为 所以罗冠聪 王之锋 戴耀廷 等天收 是的 我都会出来 现场那里 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们 我见到你们一次 就只会质心你一次 看看你们逃避得去哪 见一王 好 中国人努力 加油 拜拜 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苦悦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